梦想在我的前方 勇敢寻找 你载着我向前跑 路上有无尽烦摇 我会知道 但是又会等且了 Boy you make me so fast Boy you make me so hot Why you make me so strong 加速奔跑 天空跟我们笑傲 再度调 无许的逍遥 加速奔跑 朋友 将我们依靠 再重调 委屈不重要 别是反顾他们说 为什么 怀疑你是否 坚持你心的火焰 在当自我 抬手去拼过 列车打开 手挽 摆脱了阴霾 永远再 预想到未来 大家好 我叫星雨 我被哥哥接到城市上学的这天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件 原来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红色汽车 竟然拥有神奇的力量 它跟另一辆红色的汽车 可是不对的 更神奇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合体 变成超级帅气的兽车人 而更更更更加神奇的是 这个兽车人竟然是有生命的 原来这个名叫列车兽魂的游戏 竟然变成了现实 拥有兽车人的我们 被称为兽车猎人 列车合体 化身最强兽魂 进入我们的兽魂决斗 一起狩猎吧 上一集的故事里 星雨与小思的兽魂决斗 非常激烈 小思和魔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竟宇和龙威经过艰难的战斗 终于打败了小思和魔灵 但是尝到失败的小思并不服输 凤凤不停的离去 总算是又多过一天了 你被狩猎了 你不就是那个外号乖宝宝的 胡说 不要跟你决斗 慢着 小川 你经验还不够 不适合参加实战的 哥哥 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 你们这是闹哪样啊 哥哥来替你战斗 小川 你先回家吃饭吧 哥哥 每次都是这样 抓紧时间 早餐快凉了 是 哥哥 我不喜欢吃主题袋 只吃一个好不好 不行 不吃蛋怎么长高 快吃 是 是 接着 衣服戴上 今天会降温 可是 我觉得有点热啊 你懂什么 叫你戴上是戴上的 是 是 星宇看起来很不开心 救命啊 你们先放开我 出大事了 大事 就在上周六 说回福气突然开通了二对二的对战模式 二对二模式 我跟依妃到你家 想告诉你这个消息 可是偏偏你这两天都不在 我到哥哥的实验室去了 该是有车人的 作为二对二对战模式 就是只要两个玩家这样 就可以组成队伍 跟另外两个玩家对战 那你们一定玩得很不错了 那你们一定玩得很不错了 谁能跟上我的速度 让我们合体打败他们 我们的搭档都太弱了 我们的搭档都太弱了 害我们输掉了不少生命能量 所以跟我组队吧 文文 你们怎么不少意涵组队 他也很强 你们可真无聊 好吧 我收回刚才的话 根据我的分析 星宇跟我组队的战斗力 比起跟你组队要高呢 我认识星宇 可比你早一天 默契更深 你肯定没把这个钻进去 你的胜率才勉强到50% 是会拖星宇的后腿 你说什么 星宇 我先走了 星宇 我先走了 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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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星宇 你有心事 算是吧 是因为你哥哥吗 哎 你猜对了 哥哥什么事情都要管我 却从来不理会我是怎么想的 真郁闷 也许你哥哥在指导你 就像我跟你在受魂决斗的时候 不也互相提点吧 龙卫 人类之间的相处 跟受魂决斗是不一样的 哥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自从爸爸失踪了 他接替了爸爸的工作 从此 对不起星宇 我还是没搞懂 没关系 其实我也不明白 哥哥 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到底要怎么才能躲开哥哥 小川 别急 乖宝宝 不许你乱叫 老是被哥哥宠着 行为里车手一次狩猎都没参加过 你就是乖宝宝 是哥哥每天放学都跟着我 不管你想不想 你就是乖宝宝 谁啊 瘦下败将 这么多废话 想再被我狩猎吗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川 吃饭了吗 都怪哥哥你 小川 我这是为你好 真好 今天一定要熟练成功 星宇应该跟我组队 出枪扶手 你懂不懂 有什么懂力 星宇跟我强强联手 不是更好吗 真熟练的 小川 走吧 我来救你 每个哥哥宝学都比我早那么一点 万星人 飞机 哪呢 在哪呢 哥哥可是小田径队的 哪里跑 蛇 小川 快逃 小川 我来救你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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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让这小子给耍了 太好了 整理逃掉了 小川 你真聪明 让我拿着录音机走相反的方向 然后打开收音机 引你哥哥走错路 最后再趁机逃掉 好 不能开心的太早 我们之前每一次逃跑都被哥哥追上了 好 我还不是乖猫猫呢 还有 你已经被我狩猎了 我还没被你狩猎呢 还有 看来你不会玩兽魂决斗 小春 怎么算找到你了 你太小了 不适合玩兽魂决斗 胡说 一年级学生都能玩 为什么我三年级了还不能玩 你懂什么 我说不能玩就是不能玩 你懂什么 叫你戴上就戴上去 你根本不了解我 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从小看着你长大 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你 大川 你错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瞧 你弟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可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可是他现在才八岁 但是两年以后 就是跟我们一样大的孩子了 小川需要你做他的榜样 而不是保姆 如果你还不相信你弟弟已经长大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证明 什么方法 那就是 兽魂决斗 不可以 两位准备好了吗 跟兽魂决斗 跟兽魂决斗 不会吧 小川 向你哥哥证明你的成长吧 小川 你 我真的加入兽魂决斗了 太好了 难道 难道你是第一次参与决斗 我 我也看过不少决斗的呢 不过这次 居然是第一次玩 太好了 先把你摆平 等一下 謹慎为少 伊菲 你和熊巴上去牵制熊羽 我和凌峰先解决另一队 干嘛我要听你指挥 对 对手可是星宇啊 我们不完美合作的话 胜利的可能性为零 呃 这次就听你的吧 上吧 熊吧 小川 听我的 先观察对方的实力 不要格格交 我要自己战斗 穿山甲 快去帮龙飞的忙 好 好 你 小川 你搞清楚了 你的对手可是我 呃 穿山甲 那就先打倒他 穿山甲 他 没有真机攻击我们 因为我感觉到了 你们身上有一股超强大的力量 对 很可怕 李梦快逃 穿山甲 快追 让他看看我们的厉害吧 嗯 不行啊小川 这明显是对手的引诱你 速度是八米每秒 看来也不怎么样了 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反应力吧 穿山甲 找找不住了 龙威 赶紧去帮他 可恶 那得先摆脱这头笨雄 怎么回事 龙威 太大意了 龙威 太大意了 小川 小川 别只顾着哭 快有NP口 吹山甲 吹山甲 小川 小川 在这上 你怎么回事 是 小川 你怎么回事 你不能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回事 我回事 小川 小川 快用MP卡 小川 MP卡 怎 怎么用 我不会啊 果然 你还是太小 很适合玩兽魂决斗这个游戏啊 快闪奖 我来帮你 快闪奖 快闪奖 龙浴费 叫你缠出龙巍 怎么让他跑啦 说得到轻松 你行你上哪 转山奖 好 好痛 我不要玩了 小川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决斗 就算是哭着也要把他打完 你不是要向哥哥证明自己吗 No 装衔甲 我们躲起来吧 下次再证明好了 什么 我 我不想装衔甲再受伤了 那就只好这样了 心语 她是想 我们就躲在这里面 直到游戏结束 那就安全了 小川 快出来 不可以逃避啊 全山甲 我们兽车人诞生在世上 可不是为了当逃兵 你的搭档正需要你的力量 这么说来 星语 现在就只剩你一个了 好机会 熊霸 跟凌风一步为攻融威 熊霸 看看我们的联合攻击 熊霸 看看我们的联合攻击 熊霸 我顶不住了 熊霸 熊霸 看下讲 快出来呀 逃避不是办法 可是 可是我们出去了 也帮不上忙的 熊霸 你知道吗 我也有一个哥哥 我一直想向他证明 我已经长大了 但一直没有机会 现在 你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摆在面前 你却决定放弃 你 你哥哥也是这样子吗 嗯 他跟大川一样 永远把弟弟当做小孩子 而弟弟永远只能听哥哥的话 做个乖宝宝 乖宝宝 我不要 我不要 干掉龙威的话 就百分之百云点满云点了 铁钊 下 什么 下哥哥 让我怎么又晕过 把包 好 阿卫 现在该怎么办呢 龙威河川山甲的生命值 加起来仍然比我们少15个百分点 是时候决胜了 小春 一起将胜利进方吧 小春 你真的长大了 放胆去战斗吧 上吧 小猫 没那么容易 糟糕 穿山甲不见了 我在这儿呢 糟糕 谁用手 乖 你们弄技了 穿山甲要把你们脚下满空了 不棒 厉害 小春竟然等着利用地形来战斗 我过去 美 领鞫 左翼是三厘米 赫 招数力量再大 没击撞就是没用 你们不要小看了 我们的配合 怎么可能 游戏结束 又输了 都怪你 拖我后腿 明明是你策略不对 我真的赢了 穿山甲 快来看 我们拥有自己的排名了 真的耶 小川你好厉害 我们是搭档 所以是我们好厉害 小川 恭喜 公公 一眨眼功夫 小川就成为了小小的男子汉 可是哥哥还稀里糊涂的把你当乖宝宝 你好 很高兴认识您 长大了的小川 谢谢你 哥哥 小川大川 这才是真正的兄弟情 果然是这样 必须跟星雨组队才是胜利的保证 星雨 好 哥哥 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早 今天恰好不用加班 贴了衣服果然没错吧 谢谢哥哥 早上给我带了衣服 那就赶快去洗个手 坐下来吃饭吧 如果你实在不爱吃煮鸡蛋的话 要不我就多做一份煎蛋吧 好啊 哥哥 煎蛋的味道最香了 你在学校有没有遇见什么趣事 有啊 我跟你说 我有个好朋友 他叫龙翼飞 下一集的故事里 星雨等人得知最近出现了神秘的兽车人杀手 于是决定追查下去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集 还有你这些故事 还有你还没想到 还有你快要带一尽 让你回来 你带一尽 你和你转了 你一尽善 你还没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